照中,时代改变了,欧洲和西方国家大致上都处于深沉的经济危机,同时出现严重的道德与社会问题,前途一片迷茫,青年们更苦不堪言。 例如,前一阵子,我们看到英国发生叛逆与侵略性的暴乱,但同时,却有积极与慷慨的迹象,有信仰与没有信仰的青年做出义务与团结的行动。 我们将在马德里与许多有为的青年见面,教会可以给全球青年什么鼓励,尤其是对那些感到欺凌与叛逆的青年抱有什么希望。 照中本堵时律师回答说,以确认目前的经济危机早已在动荡前暴露出它的确限,扰然认为伦理道德的场面不涉及到经济的问题,然而伦理却属于一种内在与根本的场面。 经济的运作不仅仅靠商家自我的调节,而身闻人也需要依据伦理的理性来行事。 这一点再次显示出《热望保禄二世》发表第一个《社会性通语》项所指出的, 人必须是经济体系的核心,而不是按最大的利润来衡量。 反而又根据大众的利益,包括考虑他人的那份责任感,真正运作的方式是要以人为本和尊重他人, 具有不同的幅度,不仅对积极,还有对积极的国家,甚至世界负起责任, 也包括全部的国家,不仅仅对欧洲本身负责任, 也包括全人类,有必要衡抢一届个负起责任的原则,来思考经济的问题, 甚至考虑世界各地其他的情况,那些受苦的,即可的,挨饿的,前路茫茫的, 为此,这份责任感的第三个幅度,是要对未来负责任,我们都知觉要保护我们的地球, 一言并知,我们必须保护为人类服务而运作的经济体系,去考虑明天,也包括今天, 假如今天的青年找不到光明的人生,是由于我们今天还有许多的错误与丑恶的地方, 为此,教会透过社会性的造导,对天主负起造导的责任, 由能力弃绝以求最大利润的方式,反而以人道和宗教的立场来处事, 就是比起互相关联,这样才能展开道路, 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,为他人而不是为积极工作, 恰恰这样,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,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, 正如教会尽力所做的,以达到这些目的的一种教育方法, 为我们来说,未来是既观重要的。 有点重要的页取为我们的未来。